所以人失落了 所以我们说真正的现代化应该是要追希腊、罗马、希伯来文化的根源 加以整合 但是不幸的是在过去整合中 这个希伯来没有了 希腊、罗马就出现了 所以造成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结果使得我们今天的现代化 只在KQ跟EQ中间摆档 KQ很发达 EQ也很这两个摆档 IQ受到限制 人不见得IQ就没有了 那么迷失在自我膨胀 有些表现的话就自我膨胀 就比如说我最大 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这个不是真正的IQ 然后GQ更是选军覆没 现在讲GQ的丢脸 现在在教育界什么都可以讲 就是不可以讲上帝 现在在西方很多世界也是如此 不仅是不可以讲上帝 跟基督教有关的符号都不可以带 很多航空公司禁止他们的飞航服务人员挂十字架 不可以 因为说这样不可以 所以要把这个基督教的GQ 我说强调GQ 我们基督教是讲那位独一的上帝 对不对 我们不是讲人有宗教的需要 我们也不是讲人有灵性的需求 我们讲有一位上帝他在找你 不是你爱上帝是上帝爱你 这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在那篇文章里写的很多 那个部分我写的那个 那个GQ什么我写的很多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我就不讲了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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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